7月17日,易洋千玺在微博发布长文,回应考编质疑,并表示自己决定放弃入职国家化剧院。 全文如下。 大家好,我是千玺。 最近因我报考国家化剧院的事,产生了很多争议,首先想真诚地向所有关心、支持、批评我的各位表示歉意。 之所以这么晚回复,是因为事情发展的走向、所波及的范围,确实超出了我个人能解释清楚的范畴。 在事件没有官方结论之前,我尚无解释的立场。 这不是为自己开脱,更不是为了拖延什么。 考国家化剧院是很多中系学生的梦想,作为阴界毕业生的我也不例外。 毕业前,我曾与老师和同事们提起,渴望进入中国话剧的神圣殿堂,进行更全面的提升和探索。 在此基础上,作为一个青年人,我总还是希望不断确立一些新的人生目标,在人生的各个阶段,尝试扩展自己的边界,不由于现状,寻找自我内在更多的可能性。 说实话,我也没想到,曾经那个一见到摄影机,就紧张无措,害羞扭捏的小孩,未来有一天能以演员为职业,全是不同的角色。 我这一路的成长多亏了大家的偏爱,因此也只想做得更好。 在此初中下,我报考了国家话剧院,整个应聘过程,我完全遵照国家话剧院招聘通知和考试要求,分别于4月14号、4月25号、5月2号进行了三次考试。 其中,第三次考试原定线下进行。由于当时北京疫情形势严峻,我如实报告因疫情防控原因无法参加线下考试,经国家话剧院同一确认,于5月2号下午3点31分,参加了由国家话剧院统一组织的线上考试。 过程中,我从未与国家话剧院的老师协商或讨论任何设计萝卜坑的事,也从未使用任何所谓走捷径的方式来获取名额。 保持沉默的这些天,庞杂的流言蜚语让一阳迁徙逐渐变得面目模糊,失去了基本的人样,无论作为公众人物还是个体本身,这种失真都让我感到巨大不安。 必须承认,有被科学的与家人相关的种种谣言让我感受到从未有过的荒诞与恐惧,但我内心明白,那个被拼凑出来的一阳迁徙,不是过去与现在的我,更不会是将来的我。 入行以来,我一直希望能带给大家正面的影响,这次却因为自己的举动让大家感到被冒犯和不满,也波及了心中向往的国家话剧院,这是我最不希望看到的。 为了不再给大家增添困扰,经过慎重思考,我决定放弃入职国家话剧院,但如果有机会,我还是会继续尝试走进话剧领域,学习和提升自己。 最后,我想再次向那些在事件中真正受到情感伤害的人们道歉,也谢谢相信我的每一个人。 2022年7月17日 2022年7月18日